宝宝巴士 阅读启蒙 有声的哟 拉拉多紧张 世界宝藏 白熊国奇遇记 2 受伤的天鹅 我的脑袋 烟雾散去 克里姆林宫里一片狼藉 海豹馆长捂着被熊司机撞到的脑袋 眼泪汪汪地盯着两个金球 不管被弄成这样 我这个馆长得留下来收拾 没办法陪你们去抓短尾猫了 这 可哥罗斯我们并不熟悉啊 馆长 哦 我陪你们去抓短尾猫吧 熊司机拍拍胸口 渡冰警员纳闷地看着他 哎呦呦 可你不是个虚吗 哦 我是我们家里最高大 最雄壮的白熊 虽然我胆子很小 但 但只要让我抓到短尾猫 它一定跑不掉 好吧 我刚刚看见短尾猫逃跑的方向了 快跟我来 一行人沿着短尾猫逃跑的方向追了出去 他们来到了莫斯科大剧院的门口 剧院的墙上贴着一张精美的海报 海报上是一群穿着白色蓬蓬裙的天鹅 悠扬的乐曲声从剧院里传了出来 乌拉 剧院里要演出俄罗斯最有名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了 哦 我的灵感又来了 乌拉 你在舞台上旋转 像一片羽毛 像一片雪花 像一场梦 熊司机陶醉在自己的诗里 拉不拉多警长看了看四周 短尾猫到这里就没了踪影 它很可能是进了剧院 走 我们也去剧院里看看 哎呦呦 太好了 可以看芭蕾舞了 拉不拉多警长买了票 带着渡冰警员和熊司机走进了剧场 演出开始了 红色的围舞缓缓拉开 一群穿着白色蓬蓬裙的天鹅 踢着小腿准备上台 可他们刚刚踮起脚尖 天鹅演员们竟然扑通扑通的 一个接一个摔倒在了舞台上 我的腿扭到了 姑姑 哎呀 我的膝盖摔破了 哎呦呦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响起的芭蕾舞曲戛然而止 拉不拉多警长和杜冰警员 熊司机连忙走上舞台查看情况 拉不拉多警长小心地注意着地面 可杜冰警员和熊司机却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你们等一下 拉不拉多警长话还没说完 杜冰警员和熊司机同时脚下一滑 两个人在舞台上转了好几个圈 然后一起摔倒在了舞台上 疼 疼 疼死我了 这舞台的地板就跟在冰面上烟滑 难怪天鹅们摔得那么惨啊 拉不拉多警长蹲在舞台的地面上 用手摸了摸地板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舞台的地板被人抹了油 变得比平常更加光滑 所以才让天鹅演员们全都摔倒了 但剧场里有工作人员在 普通观众是不能登上舞台做手脚的 哎哟哟 我知道了 一定是短尾猫 假扮成了工作人员 在舞台上搞了这出恶作剧 害我摔了一跤 哼 疼死我了 可要怎么才能抓出 伪装成工作人员的短尾猫呢 难道要每个人都抓一下脸吗 那也太痛了 雄司机盯着天鹅们 左瞧瞧右瞧瞧 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 苦恼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拉不拉多警长也摸了摸下巴 突然他发现摔倒在舞台上的天鹅演员中 有一只天鹅的舞鞋 一点磨损也没有 而且洁白的脚掌上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痕迹 哇 我知道犯人是谁了 就是舞台上这只穿着新舞鞋的天鹅 哦 可是 他不是也摔倒了吗 真正的芭蕾舞演员 从小就开始颠着脚尖跳舞 脚上肯定会有剪和伤痕 是不可能像他那么光滑干净的 而且他的舞鞋崭新的一点痕迹也没有 也不可能是跳过芭蕾舞的鞋 每次都要破坏我的计划 你们可真是烦人面 短尾猫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瞬间从摔得站不起来的天鹅 变回了白色猫咪 他不开心地撅起了嘴 哼 舞蹈跳得漂漂亮亮的才不好玩呢 就要摔来摔去东倒西歪才好玩 这次又被你们找到了 不过 再见了 别想跑 拉不拉多警长避开涂了油的地面 向短尾猫冲了过去 渡冰警员和熊司机也连忙跑了过来 哎呦呦 短尾猫 你被捕了 我也来帮忙 然后 救命啊 因为舞台太滑了 渡冰警员和熊司机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两个人又一起摔了个大跟斗 渡冰警员 熊司机 你们没事吧 两个大笨蛋又摔了吧 喇不拉多警长只好先回头扶起了渡冰警员和熊司机 短尾猫得意地吐了吐舌头 他高高跳起 利落地翻身跳下了滑溜溜的舞台 消失在剧院门口 哎呦啦 我说是仍了 我说是咸子的 游戏机 你看